别开生面的主题班会网络是一把双刃键 网络能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知识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方便 比如可以观看有声有色的内容 可以信息资源达到最大限度的共享 可以网上聊天 还可以方便的发送电子邮件 总之网络的功能很多很多 网络也有很大的弊端 使用不当就会有很大的危害 甚至不堪设想掉进网络的无底深渊 网络能造就人才 也能又是对事物辨别能力差的人走向无底深渊 如今网络中的不良信息越来越多 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构成威胁 自控能力持续下降 意志与毅力也会消磨 这些话语是96班的班长庄仲和张英豪 在今日主题班会开篇之眼 本次的班会主题是文明上网 从我做起 事先没有和他们商量任何细枝末节 单一个标题 一个简单的课件 他们却能将日常话题轻松自如演绎 众说纷纭化网络 网络就在我们身边 通过网络你都有哪些收获 此话一出 王浩然依旧是第一个站出来发言 利用网络 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开拓了视野 网络还是有利的 这是一个比较阳光大男孩 不但发言积极 且组织能力极强 一改过去七八年级学习镜头 事事处处都走在同行列前面 还打算第一批冲刺走呢 虚拟的世界中 不变南北西东 网络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给我们带来了危害 谁能和大家分享网络的危害 话音刚落骨文龙即可站起来 就自己所熟知的网络危害 和同学们畅谈 古文龙不但是王浩然学习上的好帮手 且客下无话不谈 学习上你争我敢 在组长兼学霸赵一颖的领导下 C一组成为当之无愧的模范小组 不良信息向我们袭来 网络游戏毒害青少年的心灵 张英豪一席话抛出 有玩游戏的同学举手 起初都不敢举手 相互观望 且不敢指示我的目光 没什么 诚信才是做人之本 玩过就举手呗 这会儿班级90%学生举起来 但问级周一到周五 有没有人 大家都在拼命地摇头 作业还做不完呢 文明上网 保护自己 在上网时如何保护好自己 抱扬用女生的做法和大家分享 一提高自身素质 抵制网络又或二 发现不良信息 通知朋友共同抵制 并报告有关部门三 千万不要在父母或监护人 不知道的情况下与陌生 人约会台下同学们端端正正坐着 聚精会神听着 比我上课时精神头好多了 郑贺心 虽然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但学习间隙偶尔也用网络调节一下自我 偶尔一个小游戏 也不是为自我调节方法 刘微良 也就自我经验和大家分享 如何规避网络不良影响 不要在网上轻易透 录与自己身份有关的信息资料 不要轻信网上朋友的信息资料 青春年少的我们 有自己多姿多彩的未来生活 而未来就取决于个人 是否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同学们当你们在网络里自由自在的畅游时 请不要忘了调整自己的心态 一定要记住你是网络的主人 更不要让他协助手脚 束缚心灵 不要让网络的陷阱 埋葬自己一路多姿多彩的人生 同学们 希望大家能够正确使用网络这把双刃剑 要用双人间的利刃去为自己服务 而不要用利刃斩断人生 今天的班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掌声随之响起 学生们主持别开生面的班会 收效也不容小觑哟 短暂的班会结束 通过这20天的学习 班级在整体推进过程中 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证实 且不断完善 方能让我们学有所获 付出和得到成正底 下面请正贺心和庄重 就下周月考冲刺 谈一下我们班级现状 即下阶段计划 正贺心不但品学兼优 且个人素养极高 小时候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非但没有占用学习时间 反倒因读书而受益不少 站在讲台上 调理清晰 思路明了 侃侃而谈 班级现状 不仅分析到位 我们班级不能一直是 积极性最高的 早操跑步呼号声最响亮的 应该在学习方面 也敢超其他班 引领九年级段 提高课堂 注重效率 向45分钟要效益 注重时效 庄重择救卫生情况 座椅总结 部分同学认识不到位 还没有集体意识 下操后不愿意 主动减食清洁区的垃圾 且个人卫生不注意保持 需要整改到位 每日留职日班长 检查班级卫生 另外在学生上一定要变被动 学习为主动学习 积极发言 王浩然 则就班级现状和八年级对比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毕业生 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 明白努力方向 明确发展目标 课下过关及时 回家复习 一定要用行动践行立下的誓言 赵一颖 则站在学校学生会的高度 看我们班整体发展 进班速度和宣示都表现不错 但一定要在学习上有向上的镜头 课下学习氛围还不够好 不知道利用课下时间 相互切磋的画面甚少看到 后期学习中一定要利用好课下时间 站在自身的角度 看待整个班级的现状和发展 以及遇到的问题 远远比班主任一人观察的细致如微 不但面面俱到 且提出不同合理化建议 看到这儿你 是不是很期待下一个班会呢 没有实现彩排 也没有我的出场 他们展现出的另一面 不得不令我叹服 只要给他们一个指点 一样能撬动自身的小宇宙 会后杨老师也就班级现状 下阶段我们的目标 中长期目标如何实现 座椅详细说明 他们都停在心里 既在脑海 数学老师李老师 也就刻意时间的利用 和大家讲生活中经历的小故事 一名成绩不理想 且身体特别糟糕的学生 如何在病床上学习 战胜病魔 考上理想大学 老师如此母班教会 学生们金金有味倾听 唯恐错失半句 一节课就在这样 融洽自如的氛围中结束 最后我在黑板上写下 拿出战狼的精神 用吴京的好气 冲刺第一次月考 你也能超越他人 战胜自我